所以其實真的有沒有說也不要把話說詞啊 就是說好像不再談戀愛或是不再談戀愛 現在有人覺得我也很歡迎啊 就是對啊 但是如果那我想好奇就問你 如果對婚姻這個看法 你會想再走進去嗎 我想說婚姻對我來說 從以前到現在 比方說之前別人一直問我說 你離婚了沒 你離了沒 你簽了沒 我說你幹嘛那麼著急 我說這只不過是一張志 對不對 我覺得離了就離了對不對 那沒離也是就沒離了 就這樣子我的認知不是你的認知 就是這樣子 所以結婚也是一樣 結婚也只是一張志 我說如果兩個人沒有好好的相處 或者好經營下去 我覺得婚姻不婚姻沒有關係 真的 啊你不懂啦 真的是要有故事有經驗的 才能夠講出這些肺腑之言 可以啊你會製造一些故事啊 我真的想要 如果你想要 我真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你能夠做到不計較 其實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難得跟重要 不管你的前段或者是怎麼樣 因為兩個人在一起一定有誰 我不能都說是誰有誰不有 其實就是不要再去計較 不要再去怎麼講 理會那麼多的 別人的誰 原諒他人放過自己 就是這樣 你就會開心 可是我真的覺得有比較困難的一點 對我來說 當初就會覺得說 因為我們都會盡量在小朋友面前做到是 非常OK的 也不希望小孩去感受到父母之間的情緒 可是你就會覺得有時候他回來 有時候在講說 但他覺得他爸爸很好啊 很怎麼樣的時候 你就會說是喔 然後你心裡就默默覺得說 孩子你真的 所以你看 你不計較有多重要啊 對 對不對 你不計較有多重要 好啦 有時候也是放過自己啦 好啦 因為我覺得女人嘛 還是會有難過生氣的時候 我覺得就給自己時間去難過 去痛哭一場也OK的 這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我覺得難過之後 你就是 我又是我了 但你現在因為你小孩已經19了嘛 你會跟他講心事嗎 你覺得適合跟小孩講心事嗎 我會啊 我會 現在慢慢都會跟他講 因為其實我跟他的關係很密切 我常會跟他聊天 什麼都聊之類的 那 我還記得前幾天而已喔 不是前幾天 對前天我們去打球的路上 我就問他說 我可不可以交男朋友啊 哈哈 他怎麼說 他說不知道 他說這樣 不知道 我就知道 他的不知道就是不想 你知道 我說 真的不知道嗎 我去交喔 我去交個男朋友啊 他說 不知道啦 我說那 等你出國好不好 他說 不知道啦 然後 然後到最後我說 好啦 我出國之後你再交 他可能也會 不放心你一個人吧 沒有 他 其實他 他OK 他爸爸去交OK 但是 小孩都中了 對啊 都中了 都中了 沒有 太好了 太好了 後面 谢谢大家